可以了解这个OpenPyExit 其实你Google查这个关键字 第一个其实就是它的官方的那个说明档了 那里面的话它把所有的相关的 如何使用这个模组里面哪些方法 其实都把它列举出来 不过我想这个内容实在太庞杂了 所以将来如果假设要搜寻的话 其实不妨可以到里面找找看 或者是网路上其实也蛮多人在讨论 这一个模组的使用方式 但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吧 我只希望把资料放进去 变成Exit这样OK 然后你不需要说全部通通把它完全了解 等到你完全了解我想你也写不出来了 OK所以抓药铃 最重要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资料放进去 如果你可以把资料放进去 至少你可以把它变ExitOK 后面的话当然还有很多衍生的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 这学习还蛮多东西可以延伸的 第一步的话如果我希望 像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写三列资料 第一个是它的栏位名称 第二个是第一笔资料 就是一号二号 如果我希望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Member 那问题来了Member Member要怎么样一个一个把它写进去 当然第一个如果你实在是不会或者不确定的话 我建议你先不要append它 也就是你把那个append的这个部分 这个Shift.append这三行 把它先注解一下 注解之后的话呢 你在底下先做什么呢 先做可以读取把它变成串列的这件事情 如果读取串列OK 那你再把它放到append里面 不就把它写进去了吗 OK 那怎么样知道确定它OK呢 存档也可以先把它注解 Ctrl-E Ctrl-E就是加注解 那我们底下的话就先怎么样 如果要读取这个档案 还记得吧 这个前面做个蛮多 F的吗 F等于open 然后open哪个档呢 就是那个Member 所以Member.tst 然后斗点用R模式 OK把它读进来 但是因为它是UTF8的编码方式 所以记得斗点后面的话 加一个参数叫encoding 编码方式 encoding等于什么 等于UTF8 把这个地方再加一个UTF1-8 OK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把档案呢 先读取到F物件 Member就放在这里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全部读 可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全部 我们用那个什么 F点什么呢 点Reader Readerize才对 那我希望呢把 它这个50个会员 包含栏位名称 全部一个个读进来的时候呢 帮我把它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我要Readerize 它会帮我返还一个串列 所以我前面用一个ListE来接它 ListE等于什么 它帮我读进来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ListE print出去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里面呢 就会是它所有的这个串列 所以你会发现50个会员 把它print一下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print一下 它就会输出一个串列 中刮符嘛 然后呢这个是一笔资料 但你会发现尾巴会多一个换行 反斜线N 可是你会发现它一个编号 里面就放像这样的一个字串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什么 把它切掉 所以我要把它切开 切开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切开一样 所以切的话呢就是ListE 切怎么切还记得吧 点ListE第几个 应该第几个的话记得 第0个好了 比如说这个是第0个 那切的话呢是点什么 应该是Splitter 这边有Splitter Splitter 然后Splitter里面的话 跟它讲说我要切开呢 按照d点去帮我切 那切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return值 另外还有一个 它尾巴有这个 这个叫换行 帮我把它去掉 去掉还记得吧 叫strip 所以应该先strip 之后再Splitter 应该先把尾巴的换行先去掉 所以先strip strip 哪一个呢 把尾巴的换行先去掉 所以呢我如果加了这个strip之后 它把尾巴这个拿掉 然后加这个的话呢 帮我把它切切切切 那切之后的话呢 变成前面也要有个东西接 那我们用什么接呢 我们用一个list2去接好了 OK 好 那如果你假设把那个list2 print了出来的话 那应该得到的会是什么 编号 姓名 生日血型 手机 刚刚好 它是一个串列 那我就可以把它放到哪里呢 放到share.append里面 可是 你说老师那为什么只有一个 因为我这边只有先抓第一个 来试试看 所以呢 中瓜阿虎我先编号从0开始 那可是问题后面还有很多啊 对没错 还有 总共 所以底下的话我可以写一个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我们是从编号0到总长度 总长度的话指的是那个串列里面有多少个 那总共的话 然后加个冒号 那list1里面的话呢 应该理论上总共应该是 蓝二名称加上它的会员数50 所以51嘛 OK 所以呢一直到0到51停下来就50 所以0到50 好那做什么呢 把它底下这个地方按个tape键 下一切 然后并且把list1后面的这个 这个1里面的0改成i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什么呢 帮我先切割一个 然后放在哪里呢 先放在list2里面 所以理论上切割一个list2 应该会先从栏位这边先切 切完之后再切什么 切姓名 这个第一个会员 再切第二个会员 所以理论上这样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可以看到这样的结果 有没有 切完之后先抓 它如果是0的话 那就是它的栏位名称 如果抓1的时候呢 那就编号1 抓2的时候呢 就编号2 你会发现 它就会变成一个一个一个的串列 那如果一个个的串列 有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 shits.append的后面不就好了 所以哦 这个接下来就 应该其实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结果 直接跟刚刚的这个程式串在一起 但是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边append的有三行 其实不用三行 我只要其中一行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一行记得哦 把它放在for回圈里面 那底下的save记得哦 不要放在for回圈里面 不然的话它会变成 跑一次存一次 跑一次存一次 那不对 应该是全部跑完之后 我再把它存档 OK 这样才对啊 不然你一边存一边 一边跑一边存 那最后只剩最后一个 因为它全部被盖掉了 OK 好 那append里面放什么呢 其实就放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放那个list2 它就会变成 它一边帮我 输出第一个 放进去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个先放进去 然后回圈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变成1号 再放进去 再2号 一直到最后面1号 那应该就是我们要的 那最后的话呢 我干脆把这个名称改成 sample改成Member好了 名称不要一样 Member 好 好 这样子应该就OK 应该可以看懂 我在写什么吧 这个前面其实都有写过 只是说 这个是关卡了 如果你假设能够把 串列的切割 有没有 跟串列回圈 能够把它很熟练的 很快写出来 那以后处理之下就简单了 不过你们一下可能 没办法那么快 不过我是建议一定要练习 那哪怕是说你上班 或者是你有空的时候 你就坐下来 那不要一直看答案 你一直看 你就一直依赖 依赖一直就照抄 照抄每个人都嘛会 那一定要你要思考过 因为你经过思考之后 你就会很直觉 然后慢慢变成你一种 好像跟你叙述一样嘛 你想到就可以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以后就很自然的 你遇到什么样的资料 你就可以把对应的那个关系 把它写成对应的程式 很快可以把它输出成你要的结果 不过我是觉得这是需要实践 好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程式理论应该写完了 应该知道我在写什么 前面应该都有写过 好 那其实我是把这些东西 append到这个里面 然后最后实行一下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表示应该 Member 的这个Excel档应该会被建立 所以我们在根目底下 有没有Member -Excel -Excel 有没有OK 打开看看 如果它出现的是我们要的 那表示应该就成功了 有没有看到 Ctrl向下 没问题 应该也是50个 所以你会发现 在Python里面 要把资料写到Excel 其实 并不困难 你说老师那这些可以用 太多地方可以用了 以后的话 因为Python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 就爬虫 有没有 你假设网路上的资料 或者是Excel 甚至外部任何资料 反正你一定会截取 那截取之后 你当然会最希望放哪里 哪一种档案格是最好 那就Excel 对不对 那你就把它套用进来不就好了 以后只要有东西 把它存一存 丢到Excel 我想你如果丢到Excel 这个应该不太会被人家 这个 这个 嫌弃了吧 对 反而你输出 层资料库 人家反而会觉得很麻烦 那你给他资料库干嘛 对 你这简直找我麻烦 我还要想办法 就把它开起来 对不对 OK 但如果你给他一次个档 应该没有人说 这个档 不OK的吧 OK 所以 刚刚 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其实是利用档案开档 开档的话 因为它是UTF8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再来第二个 其实我主要是利用REALIZE 因为它一行一行 那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用READ 可是READ很麻烦 READ 你READ进来之后 那你要怎么切 对 你还要再去切 很麻烦 所以REALIZE本身有了 那你就直接怎么样 你把它用REALIZE 但是REALIZE 是切到串列里面去 所以我前面用REALIZE去接它 也就是这个REALIZE 里面应该是从0到50 OK 0的话就栏位名称 1的话就 编号1 一直到50 OK 然后我就跑个回圈 0到它总长度 然后呢 再把它先去掉尾巴的那个换行 并且切割它的斗点 然后先输出看一下OK 再把它APPEND到ECEL 存档 搞定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用那个OPEN PI EXCLE 这个 其实我觉得它还蛮OK的 大概就前面这三行固定的嘛 那尾巴的话呢 这两行也固定 那将来你把中间换一下 那不就可以拿来 套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只要你需要 在Python里面读到的资料 通通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可以把它写到ECEL档 OK 像我刚刚讲嘛 外部太多了 爬虫就常用嘛 资料库也可以啊 比如说你从 从资料库读 或者是从外部任何档案 ERP 或者什么系统 之类的 你就可以很快把它输出成ECEL OK 好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段程式嘛 你觉得上应该 云端上我有放啦 我看一下 我写的应该都差不多 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几行 第十一行吧 十一行我看一下 对 就写的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先把它SRIP掉 要换行 然后再切割 OK 试一下